三日清晨七点多欧洲议会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筹组的官方代表团飞抵台湾 跟镜头亲切打招呼他是特别委员会主席古斯曼 随心的还有其他跨国跨党派成员 这是欧洲议会史上首次派遣官方代表团访台 有话交部政策增后人接级代表团周三下午将举行记者会并会晤苏回 四日上午会见总统并将会顾政委唐凤 另外与我国专研假讯息防止的智库进行座谈 辅方表示此团充分展现台欧合作交流日益紧密深化 毕竟来台时间很巧妙 欧洲议会两周前才表决通过台欧密切合作决议 外交部长吴昭谢10月底刚访布鲁塞尔与欧盟政界会面 三周内台欧交流频率大增 前欧洲议会正式顾问这样看 而这个欧洲议会外来之一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委委员会 去年6月才成立 选择访塔也被解读建制北京 台湾期盼通过台欧交流持续被看见 TVBS新闻廖中信洪福华刘婷婷特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